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在这个蔡总统的部分 也在这个出访那么过境纽约 之后呢来到瓜地马拉贝里斯 接下来会再来回到洛杉矶 那么4月3号是抵达了贝里斯的桥宴 4月5号会抵达洛杉矶 现在大家在关注就是4月6号了 4月6号原定雷根的图书馆演讲 有机会会见麦卡锡吗 但是现在也传出说有一些变数 那么现在呢 美中院中国委员会主席 传出说预计4月5号会来会晤蔡英文 你可以看到这是美方的一个消息传出来 那么根据美媒引爆的这个资料 表示说蔡英文在过境美国纽约期间 曾经跟美中院的少数党领袖 杰弗瑞斯来会晤 那么现在呢 办公室是拒绝证实这样的消息 白宫也未立刻来回应 好 您看到呢 是这个前立委郭正亮亮哥就说了 蔡英文过境纽约 曾经跟中院的少数党领袖来会晤 但是办公室拒绝证实 那么如果有见面却不证实 它是真的是蛮诡异的 为什么呢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呢在乔宴的部分 乔宴纽约市长州长都不在 当时外交单位亨吉亚狂抠 只有来了纽泽西州的州长 所以呢亮哥就说了 可能是民主党有做了一些指示 所以导致在这个行程的部分 出现了一些变化 所以在麦卡锡到底会会面 现在呢还没有办法确定 传统取消 但是呢在辅方的部分 是否认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可以看到 总统蔡英文呢 在离开纽约之后 就来到瓜地玛拉 那瓜地玛拉最后一天行程呢 她同时呢也是跟瓜国总统来视察 在我方协助兴建的一个国立医院 那么同时瓜国的总统就说 中国尽快终结台海的紧张局势 她说外交政策的核心 就是支持并且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 这是呢这瓜国总统 再次的对外喊话 那么接下来离开了瓜地玛拉之后 就来到贝里斯 贝里斯这回是第二站的一个访问行程 你可以看到飞机巷落的时候呢 在贝里斯的部分是用军礼来迎接 是个高规格来迎接 并且演奏了五方的国歌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贝里斯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乔宴来参序 那么现在持续的访问 大家来看到了到底呢 这个接下来 到底会不会要来见面 见到麦卡锡 那现在呢在中美洲的友邦访问 根据美国报道 这位就是刚刚提到的 他是谁呢 他是美国众议院的 美国跟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盖拉格 那么盖拉格的部分呢 也就是会率领大约有六位的跨党派议员 来到加州 预计在四月五号 也就是周三可能会来 再访回来过境的美国总统 蔡英文这一行年可能会来会面 好现在可以看到了 麦在这个部分 接下来呢 还有谁会来到台湾 这个美中医院外交事委员会的主席 麦考尔 麦考尔在六号 也会来台八号的时候 就会跟蔡总统来会面 蔡总统到时候就已经回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亚里克 好就被问到说 为什么呢 台湾人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时候 变脸了 好一度变脸还呢 被这个是否在大陆管理联合国 这样的一个问题给激怒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立法院长尤锡坤就说了 台湾人不应该被拒绝联合国的大楼外 那他看来记者只是点出个事实之外 也请发言人 联合国的发言人不要混淆视听 不应该拒绝让台湾在联合国的大门外头 那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一方蔡总统呢 现在在这个 先到了美国来过境 接下来再来到了瓜地马拉 再到贝里斯来访问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马英九的部分在大陆 同时呢 他也公开的表示中华民国宪法 对于两岸宪政定义 结果就被民进党批评说 跟民意有差距 陷入北京的一中原则 国民党的发言人林嘉欣就说了 民进党现在啊 这个遭到网友嘲笑 不敢修宪 不敢台独 又不敢挺中华民国 再再都凸显出民进党意识形态挂帅的台独路线 现在真的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经不起现实跟民意的考验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这个过境的外交 好一再的更改 甚至呢 过于的低调 也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有猫腻呢 那么这一回 其实过境到纽约 同时并且获邀到美国 哈德逊研究所来对谈 不过华杰日报表示 哎 你要看到哦 在邀请函上面 并没有印出蔡英文的名字 用的是什么呢 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来带过 因此也知道 蓝营大酸 直接变成了蔡嘉宾 那么蔡总统 被美国给矮化 就外交部居然还不吭声 这才是真正的耻辱 蔡英文这次出访美国啊 简直就是矮化国格的最佳证明 他在领奖的晚宴 对方所发的邀请函 完全没有他的名字 也没有总统职称 只有一个特别的嘉宾 请问蔡总统回台湾以后 我们要叫他蔡总统 还是蔡嘉宾呢 他怎么都不抗议呢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为什么在美国对被人家这样欺负 而且不吭声 甘之如頤 那这会给国际释放一个非常错误的讯号 其他国家会想 连美国这么挺台湾的国家 都这样对你们台湾 你们台湾有没有格啊 所以未来都用一样的方式对待我们 台湾人未来啊 就会在国际上被看不起 这个很明显的被矮化 为什么外交部没有任何的抗议等动作 反观我们的陆委会也好 外交部也好 相关的政府单位也好 不断的来丑霸马英九总统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行程 马前总统在大陆 不知道讲了几次的中华民国 而且一再强调 他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蔡英文总统以及马英九前总统 两个人一个过境美国 一个在中国大陆 他们的所受的待遇 以及他们自处之道 完全是高下立判 更何况被矮化了 也不敢吭声 这个才是真正的耻辱 不吭声的还有呢 中华蔡英文在过境美国纽约期间 传出曾经跟美国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瑞斯来会晤 但是现在杰弗瑞斯的办公室拒绝证实 白宫也没有回应 这样是不是也是呢 让大家觉得是异常的诡异 我们带你来看 现在媒体传出说他有跟民主党 那个少数党领袖 那个Hakim Jeffery 有见面 可是连这个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 他的办公室也不证实 对啊 觉得是不是太怪了 这个非常诡异啊 非常的诡异啊 这已经不是民主党官员了 只是国会的少数党领袖 连这样也不证实 那当然也包括哈德森事后只出示两张照片 那我认为啦 我认为他一定是被提出要求啦 说不能够立即那个发表内部的内容 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完整的讲稿 对 都没有 譬如是中央社还要透过随行的 或者是总统府幕僚 转述部分内容用这种形式嘛 这个照理讲 他应该 他自己的讲稿可以全文发布才对啊 又不是别人讲话 是你自己讲话 为什么连这个都不行 这个我真的 真的难以理解啦 那连你自己的稿子都不能全文刊登 那更不要讲现场的互动 现场到底是 除了颁奖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聊天 对话 都不知道 这个蛮奇特的啦 这个 我坦白讲 我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啊 这个包括以前 陈雪扁去纽约证交所敲钟 那马英九去德州 还去跟那个 这个他去德州 然后去那个跟市长见面 然后这一次你也看到那个桥燕 那现场连纽约市长 纽约州长都没有出现 这个只是一个过境的外交 过境访问 而且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官室拜访 你就受到压力 然后把它低调到这个程度 那我怎么可能想象你在更严峻的情况 你敢出来立挺 没错 比如说在国际组织提案 我们不要讲到出兵啊 那个基本是 那太远 太远了 我们讲一些国际场合的立挺动作 我怎么可能期待你提案 好 另一头看到是从蔡英文出房友邦 那么过境美国的时候呢 参与了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晚会 并且获颁了全球领导立将 但是呢长期追查 蔡英文论文们争议的旅美学者 李环强透露说 在我方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从2017年开始到2021 至少呢这个报告 每一年呢都会捐10万美元给这个智库 好 这些报告表示 台湾的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是哈德森智库的捐款大户 那么从2017到2021 每一年捐款都是等级最高的 10万美金以上就狂酸 贾博士花别人的钱买国际关系 用权利疏通关卡进行论文们丑门的 国际串购 要不然怎么会有英国一省 行政法庭的法官麦克纳 已经认证的海恩串购事件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次领到这个奖 这所谓的全球领导力奖 是荣誉还是耻辱 只能说贾博士很敢 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 外交部呢也来提出说明 说我国跟很多所智库 每一年针对台湾安全等领域 都会进行研究计划 都是透明公开 并且是在立院监督之下 编列运算 有心人借机恶意的扭曲 这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一个手法 所以予以严正的驳斥并且谴责 你可以看到外交部呢也发出这样一个声明 不过蔡总统出访现在瓜地马拉 没想到瓜国总统说 你们会是台湾最后一个邦交国了 说他们会是台湾最后一个邦交国 那么现在这个友邦的一个断交潮 就连我们自己的邦交国都看出来了 而且传出蔡英文访美之后 其实这个不断的传出有更改的形成啦 甚至有官员避而不见等等 前外交官借文吉他士说了 这个对蔡英文真的是一个莫大的驱逐 让民进党号称最好的台美关系 现在格外讽刺 蔡英文出访瓜地马拉 没想到瓜国总统当着蔡英文的面说 如果台湾的拉丁美洲友邦只剩下一个 那一定是瓜地马拉 但看看台湾仅存的13个友邦当中 属于拉丁美洲的就有7个 但当中巴拉圭和三圣国都全出邦交可能亮红灯 再加上瓜国总统的言论 难道是我们再断六国都不奇怪 他知道我们的外交处境非常艰困 而且很可能会更艰困 将来有断交话 那么都断光了他是最后一个 更讽刺的是瓜国总统还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 反观民进党却时常不承认中华民国 去中去得比友邦还勤快 从法律上说不过去 中华民国简称中国 他不是中国人 台湾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 不只被白宫当成过客 想见前国务卿蓬佩奥也临时喊咖 连回城过境的洛杉矶都传出 原本要和麦卡锡见面 和在雷根图书馆的演说都可能变卦 在党质疑 难道这是重演阿扁时代的迷航外交 在党嘲讽当民进党把美国当成好朋友 结果蔡英文访美的种种遭遇 却变成爪妖境 也让台美史上关系最好沦为笑话 记得谢宏鲁时光好台北报道 前走马英九二号在湖南大学的座谈会当中 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华民国都中国 这样一个说法被陆委会批评 说是在唱和中共的一中原则主张 但是中兴大学教授袁赫林就说了 九二共事并非是一中原则 他谈到了这个两岸同属一中 或者相关对于中华民国的相关的言论 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 而且对于参与的任何的官员 也没有任何反驳的意思 那当然第一个部分代表中国大陆 现阶段默认了马总统他的发言 那至于是不是真的赞同或者是反对 我觉得基于尊重的原则 中国大陆并没有提出任何反驳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马总统在这些发言上面 我觉得做得很好 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讲 对一中原则他们早就有他们的定位 比如说他们认为九二共事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他其实上如果从整个发展的历程来看 并不是如此 但因为他们现在民进党在执政 所以在很多事情的话语权上面 是由他们来说的 那对于反对党来讲 民众来讲 尤其是对民众 他们也许并不清楚这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马总统对于这个事情讲出来完以后 我觉得可以让台湾民众多一些思考 那陆委会站在他政府官方的立场 当然做这种讲法 完全符合民进党政府一贯的 这种逻辑的思维 我想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不用钱的补杂 穿透楼 分枯好穿在地人 求职便利通 求职求财都轻松 求职便利通 便利商店 免费拿免费看 求职便利通 手机买通哦 不信任职便利通 请求职便利通